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觀眾朋友 今天我們這個特別的單元 要特別來介紹這位呢 可以說是我個人算是 跟他感情非常深厚啦 從他出道的時候呢 我們相處到現在 已經真的有十年了 他等於算是我半個女兒一樣 看著他慢慢的成長長大 在演藝界的貢獻人 非常卓越的一位 最近的報章雜誌呢 可以看到他每天呢 幾乎有刊登他的消息 曾他這個演藝事業呢 這個好像如日中天的時候 突然要到日本去求學 進修 而且大家對他的感情也非常好奇 所以今天我們紅白胜利獨家 為您採訪到他 也希望他的現場 在到日本去求學之前 進修之前呢 來做面對面心靈上的溝通 有很多事情 他也想當著我們 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呢 跟大家呢 做相互的了解 一起來歡迎我們心目上 最可愛的一位簽名演員 簽名女郎 簽名女郎 那就是曹蘭小姐 來 來,請坐 請坐 前面觀眾朋友 先問口一下 大家好 這個銷售不少 來,請坐,請坐 這個椅子坐太高了 我最痛恨這個椅子了 我也是一樣 因為坐上去腳夠不到地了 要不然你站得也可以 因為站得跟坐得其實一樣高 我會幫你抓住一次的 其實曹蘭今天來到我們現場呢 我想這個 我們先來看一看 他在演藝界的一些 我們大家對他熟悉的角色 以及一些這個影片的回顧 我們來看一下 好,來 來 曹蘭舞台回顧 民國七十七年 電視圈內最有名的節目製作人王軍 發覺了可愛的曹蘭有獨特的演藝天分 便邀請曹蘭與當紅的胡瓜楊帆 一塊主持綜藝節目 鑽石舞台 曹蘭自然鬥趣的演技 深得大家的喜愛 奠定了他日後的主持地位 好彩頭 兩年之後曹蘭劍獸矚目 在中午時段另闢新節目 與曹其太共同主持 好彩頭節目 生活好評之後 更有了挑大樑的機會 七十九年時 與最受歡迎的電視小生康志偉 一起主持青春大對抗 此時的曹蘭 以由可愛的小男生造型 改變成美麗的小女人 八十一年初曹蘭開始主持 晚間的大型綜藝節目 報喜報喜 這時候的曹蘭更是 卯足了全力主持 不惜犧牲一切活命演出 然而這一切的代價 都是值得的 八十二年與方方方一同主持 綜藝總動員 這個節目 當時高居收視率之冠 曹蘭更是紅遍海峽兩岸 之後又在八十二年底 與姚戴瑋合作主持 進歌金曲五十年 綜藝總一 辦花筒 綜藝總一辦花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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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是爆笑的演出 或是犧牲的付出 他一定全力賣力的佩服 這也是曹蘭自己 最難忘的一個部分 OK 不能推 來 準備 五 四 三 二 好 可以啦 可以 剛剛看完前面這麼多畫面 你看可以說是琳瑯滿目 這個踏入眼線到現在 真的有十年了 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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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開始演一代佳人 連續劇 跟湯蘭花小姐 你也都演過連續劇 演什麼角色 最早前演連續劇 就是演那種旁邊的 丫鬟的角色 對啊 因為每一集都有 所以錢比較多 我跟你講好像這個不但是 您的第一部連續劇 好像也是乃哥 乃哥的第一部連續劇 真的啊 我話說已經十二年了 你看看 其實我剛剛講到這個 放眼當今 女性的主持人 除了小燕姐都不用講 我覺得這個女性的主持人 滿缺乏的 當然是心聲帶著非常多 可是以朝人這麼有資歷的來講 是前五古人 後五來者 已經就找不到 像這麼有潛力的 其實我覺得她的特性是 她不太會演 她在這裡面 完全是很自然的流露 那種笑 然後自己已經忘記自己是主持人 笑到流眼淚 自己是主持人還笑到流眼淚 耍劍高手 我記得那時候 這個鑽石舞台剛做的時候 她是幹 我總覺得她是個新手 那時候 因為她的母親 跟我也是很熟很熟 因為我們當兵就是同事 那時候她在獄居隊 我們在康樂隊幾乎 劉海燕嘛 這個常常會有時候見面 聊聊天 沒想到朝人就是她的女兒 然後我們很驚訝 就是剛剛看了這麼多影片之後 覺得您的演藝事業相當不錯 為什麼到現在 報章雜誌大家寫說 您要到日本去求學 什麼原因呢 就是覺得啊 踏入這個圈子 十二年左右嘛 然後從來都沒有停過 演完連續劇之後 然後就開始訓練班啊 然後就開始跟著王大哥 一直做綜藝節目到現在 從來都沒有停過 然後就會覺得 好像沒有什麼東西 可以給觀眾再看了 因為從來沒有自己 努力的充實過自己 然後呢就會覺得 我聽小燕姐講過一句話 就是一個藝人在台上 尤其是主持人 每天要消耗這麼多這麼多的 這個自己的能量 就好像一隻雞 站在一個公共的這個廣場上面 然後呢這每曝光一次 就好像被拔了一根毛 那我覺得我現在 我的毛已經被拔光了 然後就好像 火零雞來了 對啊 就一隻零毛的雞 然後就在大家面前 我自己都會有點害怕 有點心虛 妳越講 我越覺得自己禿頭了 那我們怎麼辦 每天要消耗 一個禮拜要消耗四個節目 所以我先講一下 好 其實 還要開始這樣 那個壓力啊 其實很久以前就有了啦 因為我覺得 從進這個圈子 最先開始的原因是 因為我覺得這個圈子 比如說我演戲 從高中還在念書的時候開始演 然後那個時候呢 這個錢 比起一般打工的錢來說 是多得不得了 對 對 然後我們家進一直都不是很好 然後所以我就會開始說 我必須要一直演戲一直演戲 因為我必須要賺錢養家 那所以呢 就是 比如說我有一陣子沒有戲演啊 然後我還去那種 賣衣服的地方 賣衣服 因為我就覺得我不能停下來 我停下來的話 我們家也許 可能這個錢交不出來 或那個錢交不出來 然後後來呢 就進了演藝訓練班 然後一直到現在 我覺得好像是 做這麼久 然後好像都是 比如說為我的家人啊 或者是 比如說有感情方面的問題啊 我一直放不下來 然後這一次呢 就是有一個 這樣子的機會 對不起 有一個這樣子的機會 然後 可以去日本念書 然後經濟壓力也沒有那麼大 我覺得說 活到現在也快30歲了嘛 然後 好像應該 好好的就是 愛自己一次吧 扮演一下真正的刺激 對啊 演了那麼多角色 我努力去演這個角色 演那個角色 從來沒有演過自己的 我覺得我可以把它演得很好 但我覺得我一直沒有把我 自己的這個角色演得很好 你沒有為自己而活就是 一直 為了很多的這個 也不是都沒為自己而活的 為別人而活在佔大部分 就是說有時候 你看他演戲壓力也很大 你看王花童 幾乎或是任何節目的角色 王大哥很照顧他 可是王大哥對他要求也很深 所以常常在攝影棚 什麼時候看他罵過人 都是被挨罵比較多啊 這是這個 但是呢一位家裡的重責大人 扛在身上 所以他一直拚命的賺錢賺錢 那你就離開 媽媽現在到日本念書 媽媽的這個 所有的家計生活都有打電好了嗎 有 都打電好了 我 比如說有房屋貸款的部分 這邊我很感謝王大哥 就是他說 他說 他知道我還會 有可能站回來這個圈子 我可以還他 所以他現在先 幫我副掉一大部分 所以你別看王大哥 所以算是人的這個 外表壞 內心還算真的 是 所以就談到這一點了 就是剛剛講到感情的問題 因為感情的問題 我們就知道 因為有一陣子 我跟曹蘭雖然沒有合作 可是曹蘭生活 有時候我們這個 萬好你們萬好的錄影 我還過來看看你們 是啊 他感情都在 有一次我接到曹蘭的席田的時候 我很開心 什麼 聽說要結婚了 沒有結到 是 那個事情後來為什麼沒結婚 因為結婚 每一個人好像都是到結婚的時候 才會覺得 結婚這個事情不是 男朋友女朋友兩個人的事情 是兩個家庭的事情 每次都是我聽了很多的 這樣的事情 就是 到了結婚的之前才會發現 結婚原來是一個 這麼麻煩的一件事情 就是 不是兩個人結合就好 而且是 從此要把這兩個家庭結合在一起 對 那 如果 兩個家庭之間 如果沒有 如果不是那麼和諧的相處的話 我想 對於 要結婚的這兩個人來說也是一個負擔 就是如果 所以說你們沒結婚 並不是你跟你男朋友的問題 因為什麼 因為如果說 男女談戀愛 分手就分手了 在一起在一起 這個是時空見慣的事情 可是也很難得有看到說 錫鐵已經印好了 兩人竟然也沒結婚 這個錫鐵呢 所有的錫鐵呢 都被超人他們的 燒光了 還有 剩下這一封 就寄到我家裡的 啊 你少來了 真的 剩下這一封了 金釉的 這真的 我們看都沒看過 有聽他說 有聽那個時候 奶奶講他們印錫鐵 只剩下這一份 這不是我們後面家印的 這當時只保留這一份 我還找公司 這是我最信賴的工作人員 其他媽媽 都燒掉 有 它有燒就是 這一份有保留起來 因為 也許它是一封 永遠寄不出去的一封錫鐵 因為我們為什麼保留呢 我們希望這個都沒有改變 只是日期改變 對 只是日期改變 還是那位男主角 這其實日期改掉 人民都不要改掉 這是我們忠心希望 是啊 是 但是我們也不會在那邊公布 是 但是我想 這份系列 我們還是會保留 我們希望下 這個等你有機會回來之後 你心情建設得比較好一點 或結婚的時候 只是 地點 日期可能改了 但是人沒有改 又立刻把它塗掉也很奇怪 不會啦 從心在運 那 也許各位 各位在報章雜誌看到的 只是都知道他要到日本去念書求學 美其名是充電啊 幹嘛 其實很多的壓力 除了家庭的壓力 因為我了解他的家庭 從小擔心家庭 負責家計 他一直都是為別人而活 從來沒做過真正的自己 碰到好的一個感情的時候 突然又覺得 剛剛從他談話當中就知道 並不是他們兩個的問題 是家庭上的問題 籃籃又是非常孝順的人 所以她的最後的選擇就是 那我可以到國外 等於有點...其實... 避難啦 到國外去也忘掉一切事情 是不是這樣 是啊 反正這兩年 算命的也說我不合適結婚嘛 不合適結婚 也跟我一樣 算命也跟我講這兩年 我不適合結婚 算命的不是說你一輩子都結不了嗎 不是 這是真的啦 這個我能做這個 是不是跟你媽媽之間有誤會 這個事就好吧 就不需要到日本去 我來幫你們 跟我媽的誤會是有吧 就是... 從去年說要結婚 然後到現在 我變得比較少跟我媽聯絡 然後覺得好像... 我覺得我給媽... 我跟我媽的壓力態也蠻大的 因為我做一個工作人物 我想... 對於她來說 也許會... 她的生活上面造成很大的不方便 比如說... 比如說我跟她說啊 就是... 可以多出去走一走啊 認識一下外面的朋友啊 這樣子 讓你自己生活比較充實一點 豐富一點 然後她就常會想說 人家都會說我是草蘭的媽媽啊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我就會覺得 那時候我就會來想 那這樣子的話 我要是不是一個明星 好像什麼問題就都沒有了 所以說啊 你這個問題要找我溝通就好 她對她... 我了解她的想法 就是她希望母親不要每天啊 在家裡也會悶亮 你可以出去外面交你的朋友 甚至於找工作 打發時間 因為不是說那個... 你是明星的 爸爸媽媽就不能在外面找工作 成龍多紅 媽媽還是在澳洲開餐廳啊 對不對 爸爸媽媽也一樣 你成龍那麼紅了 你何必那麼命苦 他們有他們的工作 因為常常看到很多老年人 他自己做什麼愛心工作隊啊 甚至做什麼老人會啊 他們也有他們的生活 因為你的工作 他也不可能每天陪著你 那你有你的生活 你已經孝順媽媽 你也不可能沒有自己的感情 所以你的雙子 他壓力就很大了 又怕媽媽這個孤單寂寞 對啊 我一直希望 因為我在想 我們家裡三個都是女兒 以後我們都會結婚或家人 感覺上好像沒有辦法跟媽媽好像 能夠這麼長久的這樣子在一起 因為畢竟還是會為了家庭 那我真的是很希望 我媽媽能夠有一個 很好的人 然後來愛我媽媽 讓她的... 讓她的...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觉得现在有这个机会到日本去读书 蛮好的 因为曹兰他一直想读书 他去念书 对不起大家 也很对不起王军 因为王军一直这么照顾他 没关系 王军以后我们会照顾他 因为我们都照顾王军 但是 对曹兰的这个婚姻 你有没有解说一下 这件事情我很抱歉 因为那次我刚好在筹备一个大陆的渔剧团 来这边跟我演出 然后他一下跟我讲的时候 那时间刚好是在我演出的状期 那他又跟我讲说他日子什么都定好了 既然日子都定好了 那潮染也蛮大的了 那就挑饭店吧 选时间啊 那些 可是就是说 像我听到这个消息 我就赶快先问王军知不知道这个事情 就是他的经纪人 王军也是 就蛮惊讶的 他怎么会决定得这么快 然后 那个小孩不错 我以前见过了 后来跟他父母也有谈过 或许是 因为我们都不是那种 很会表达能力很强的人 沟通方面有点出入 结果这个事情我也不晓得为什么 就这样放下来了 那现在他要去读书 我想也好 可以两个年轻人 给他们一段时间缓和一下 过两年 或许大家都彼此都更稳定了 不管是经济方面 或是他们这个感情方面 做人处事也懂得更多的时候 他们再来处理这件事情会更好 多的事情啊 没有经过这个波折 可能不会成长 也不一定 那你现在到日本去 那王先生怎么办呢 你说王军啊 啊 不是 另外一个王军 其实潮南这个 在报章杂志的时候 写的时候 他可能去念书之后 王先生就不可能等他 这是潮南个人的想法 绝对是个人的想法 其实是我 我告诉他 叫他不要等我了 因为我觉得也许 所以我在念书的时候 不希望还会被感情的这种事情 潜伴住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我一定可能三天两头 我就会想要回台湾来 我没有办法专心念书 所以我跟他说 可以不要等我 因为我不希望 如果 如果他有更好的机会 我会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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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是到日本求学的心意已绝了 我们既然怎么觉得 还不知道啊 蛤 就是 帽子写得太快了 哦 因为现在还在生气 你这个很矛盾嘛 对啊 蛤 你刚哭那么伤心 现在又突然笑了 帽子写得太快了 学校申请书 大家都还没通知我 我可以录取啊 那只有到日本先避避难 所以变成这样子 万一学校没有申请过的话 我也非走不可 哦 是这样子啊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申请下来 你是去一一节嘛 对不对 只是程序上的问题嘛 嗯 时间上的问题 那去念书 有可能是一年 有可能好几年嘛 万一不幸 让我考到大学的话 中午我看一封 把妈妈写给她的信 也是非常感人 这封信 有什么话跟妈妈讲 因为我跟我妈之间 有很多很多的误会 比如说我叫她出去工作 是希望她多认识朋友 她就会一直觉得是 我不要养她了 然后 要逼她出去工作等等 其实这些问题方面 我们好像 也从来没有好好的聊过 那所以我妈妈才会 因为我要去日本了 她就赶快写封信 来告诉我说 她心里面的一些疑问 现在解释开了没 还没有 还没有 还没有解释开 自己可以聊一聊 那个信上写的好像是说 我妈妈马上搬家了 妈妈东西拿走了 什么什么不要 什么东西 反正信里写的好像就是要离开 潮南现在的住家 是不是 因为那个房子一直 奶奶买那个房子的时候 贷款蛮重的 我现在一直富下去 我们大家也觉得说 因为她姐姐跟她妹妹 好像说我们没有办法帮助她 那笔钱蛮多的 像她以前叫我出去做事情 因为我从小学习 我没有学历 然后很多事情都45岁以后 就不能做了 所以她一叫我去做事的时候 我就感觉那种打击蛮大的 原来是有这个原因在的 其实两个人的角度都是对的 但是呢就是 缺乏沟通 缺乏沟通 潮梁要把它建筑再巩固一点 我是觉得是我自己的心态 一直放不下来 像胡瓜先生你也知道 对 是不是 做什么 那么 两个人 这一张 看到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癒癢而欺負太多的道理 可是 我每次都忘掉了 對不起 對不起 這我自己要插的 不好意思 你年紀大了 看到你愛哭你自己也愛哭 不過這是 最真切的一面的親情聯絡 我想媽媽跟曹蘭 應該坐下來好好談一談 如果說你需要我們這些好朋友 在旁邊加油打氣 我想我們希望是整個家裡 大家一起來發光 是不是哪一個人心情變好 或是哪件事情已經解決了 我希望您到日本念書 這是一個成長 一個好的轉變 演藝圈永遠隨時歡迎您回來 謝謝 因為我們真的很難得培養出 一個這麼優秀的女性主持人 這麼優秀的一個藝人 不希望就從此呢 消失在觀眾朋友前面 希望常常回來 也別讓媽媽擔心 我知道 祝您在日本一切事實都順利 謝謝 我想我們今天做這個呢 是因為看到報告 他是寫那麼多的 以為呢 我們是給他做一次 獨家的一些說明會 也希望我們在 我們本來就是幫曹蘭 要做一個我的成長 是 現在也正在收集他的資料當中 幫到我的成長 今天談的是目前狀況 我的成長 可以了解到曹蘭跟他母親從小 媽媽從小怎麼樣照顧他 姥姥怎麼照顧他 從小的成長過程 以家庭狀況 也會在我們近期之內 我們紅白勝利推出 對 今天也謝謝媽媽來看我們現場 也謝謝曹蘭 我們最後呢 結束呢 我們也看一段曹蘭的一些精彩的影片 精彩的演出 也不是懷念啦 不… 來 大家呢 這個對他要去日本之前呢 也做一段回憶 好 來 來 好 現在成為明日之星呢 請看今天的放火影片 嘿 燈光師 嘿 今天又來參加比賽的 麻煩幫我打漂亮一點好不好 謝謝 大家辛苦了 晚上我請大家吃小夜啊 謝謝 謝謝 姐姐好 坐啊 新人啊 對 新人 坐坐坐 緊張啊 緊張 不是說啊 這新人啊 來參加歌唱比賽啊 這個報名費兩千塊呢 很貴的 可是你們呢 就好像把錢丟到的水裡一樣 不通一聲就沒了 真的好緊張喔 我又常常在想 我身材都沒有什麼突出的地方 我想我大概不可以得獎喔 不會吧 我看你的身材 滿好的 挺好的 就是從頭到腳都一樣粗 不過沒有關係的啦 哎喲 你這個妝是你自己畫的吧 對 哎呀 不是我說你啊 來來來你這個大臉過來 哈哈哈 來 我給你一個中肯的建議 請你讀我的拳 你的臉跟猴子的屁股是不同的 什麼意思啊 什麼意思啊 你不懂嗎 哎呀我的意思是說 你這張臉呢 臉上是細胞啊 不是牆壁 你不要在上面粉刷油漆好不好 天啊這麼厚的粉 哈哈哈哈 哎呀 這次來就叫他這麼濃的妝好不好 天啊 你 你是怎麼了呢 你是唱詩般的嗎 哈哈哈哈 穿著白衣黑裙這樣子 你 你這裡不是教堂 可是我想這是一個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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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人比賽的歌唱比賽者 所以你自己要把自己打算很亮麗 看到我這樣沒有 好漂亮啊 本身都是亮片我最冰的 你唱什麼歌曲啊 我想那個場合比較單瘡一點 我就唱 藍藍的天 白白的雨 藍天白雨好 誰 新人啊 哈哈哈哈 我教你一招 你啊 應該學學我 學學我就會有過程上的頻度 你要知道 那些評審都是男人 男人他們在當兵的時候呢 就已經聽了太多的愛國歌曲了 所以他們如果再聽愛國歌曲 他們就會崩潰了 你知道嗎 那 那應該怎麼辦 所以呢 就要看我 像這樣 呃 呃 要信著成女人的演唱 就要這樣 愛你不是荒野 愛我不要說抱歉 愛我不是荒野 我會等你我女 呃 呃 哈哈哈哈哈哈 我懂了 好了 但是呢 你這次是學不到了 因為呢 你這次一定是惡學的 所以呢 你不要只瞪著那兩個死魚眼看著 好不好 要給她學起來 知道了吧 不要緊張 好不好 哈哈哈哈 好緊張 三方八小姐 乾淨了 我好緊張 那姐姐我先去比賽了 好 知道了 愛國歌曲要唱用力 要唱用力 我知道 我知道 加油 再見 愛你不是荒野 愛我不要說抱歉 愛你不是謊言 我會等你一萬年 將戰臉別再次相見更親切 還有誰 還有誰比我更愛你 相信你也不會忘記我在等你 別說抱歉 希望你多珍惜 愛你不是謊言 愛我不要說抱歉 愛你不是謊言 我會等你一萬年 好 好 好 唱得好了 謝謝 謝謝 你知不知道這是我要唱的歌啊 對不起 你打我 你罵我 你殺了我好了 少跟我來這套 我們老娘掉上了 是吧 剛好 曹良小姐 我告訴你 姜是老的啦 老娘跟你拼了 姐姐 不要做傻事 我告訴你 你 光遠點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 各位親愛的評審 你們有福了 7 1 2 1 2 3 愛你不是謊言 我會等你一萬年 我會等你一萬年 來來來 注意喔 關鍵的離別 可愛的身體更天清 還有誰 還有誰比我更愛你 相信你也不會忘記 我在等你 別說抱歉 希望你多珍惜 愛你不是謊言 我不要說抱歉 愛你不喜歡你 愛你不喜歡你 我會等你一萬年 謝謝 阿姨 你就非常精采的表演了 百感交集啊 是啊 一下又哭 一下又笑 這個看到這個 有沒有會很想念這個工作 有啊 我一直很喜歡這個工作 要不然也沒有辦法做這麼久 只是我覺得一直做下去 真的沒有什麼東西給大家看的話 我也覺得很抱歉 就是好像自己都 就這樣子平平凡凡的在這個圈子裡面 就好像一直混下去 我也覺得自己也做得很難過 我想觀眾看得也不舒服 好 不論怎麼樣 我們也祝福曹蘭這次能夠 一切事事都順利 是 媽媽也不要想那麼多 兒孫自由 兒孫祝福 對 希望你能找到另外一個更美好的 這個環境生活 這個世界裡面 找到好朋友啊 找到一些 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今天謝謝曹蘭 以及我們劉海燕小姐 謝謝 來到我們現場 謝謝 謝謝